《非诚勿扰》 云蓝 看不穿翻云赴予变幻 传不成妄莇的流传 舟不便墙中的塞杯江南 诗篇 戒不完前都万事纠缠 数不尽百传千回十换 到无尽一生的荣耀与悲欢 有多少能永远 多年后天后风流 融入海 荣与过随风散尽海赴来 任命已化为尘埃 让诗策铭记风采 千秋万代 歌颂者和风华绝代 等指尖是否翻白 红月盖 守护着江山背后 铭记彩 正随着开桥换带 未容易无可替代 繁华似海 在天地间盛开 好 瑞兽坠落看似平常 可是坠落之处 乃常乐宫永寿殿 则颇有不祥之兆 瑞兽坠落只因天汉物造 木质干裂所致 宫殿有损就该休戚 百姓遭汉就该阵迹 只懂说什么不祥之兆 是逃避谢泽 莫是百姓 还是愚昧无知 枉为腐毙 只是久汉无语 人心惶惶 如今已有淮南王刘安尚书 指荆棘临栽 乃因星宿转移 出现栽星所致 禀陛下 淮南王以刘市长辈自居 说责欧庞贷 请陛下准其入朝 吉福求语 丞相 那你们认为 该让刘安入京求余吗 喳 朕这皇叔 从来喜欢占卜求神 他若是拿来自娱消遣还可 若以此当作入京借口 妖言获重 朕绝不允许 陛下英明 陛下英明 诸侯王入朝觐见 有定时定制 此外若无天子许可 擅自入京者 皆可置疑无逆谋反之罪 何以如此严谨 为故中央 以免诸侯王亲肆意进出 另有图谋 薛丞相 听到了 你回复淮南王 让他留守封地 不许入京 诺 祭闹天汉 首要使殊民困 如今各地 汉情如何 回陛下 目前各军汉情有缓有机 部分军县 已是颗粒无收 存粮恐易不足 开仓阵脊 可解燃眉之计 有粮无水亦非常久之计 郎中令 臣在 你找人钻淫堪水之法 看能否开发水源 以解汉行 臣遵旨 启禀皇后 近日宫内宫外的种种吉凶之兆 臣妾以为宁可信其有 这些辟邪之物都是臣妾们的心意 皇后就留着图个安心吧 感谢大家的心意 不过 但凡水害双阵 只因万物变化有时 风云南侧无定而至 与其为这虚无之说而自乱 倒不如大家一起想想 如何解灾缓困 朝中百官都为此事愁烦 我们身居后宫 该如何帮忙解灾呢 我们可以省水劫兵 省水劫兵 如今这炎热天气实在是难受 寇热难耐 若没有冰镇水果可食 该怎么熬啊 此时宫外的百姓 不少人已无净水可饮 由老者若同焦渴而死 相对而言 我们的冰块 不够用来冰镇汤饮 或纳凉降温 这是何等的奢侈 皇后的意思是 将冰块处于灵氏 减少用度 若继续添汗 或可成为宫中水源 冰可融为水 必要时候 甚至能救民于水火 不错 我们节约减用 只不过少了一些享受 却能为旱灾出一份力 臣妾愿意 臣妾也愿意 好 结冰之余还要省水 本宫就此立例 即日起 各殿清水用量减半 用完要回收做喜酌 不可自行打水 更不可用冰 水 来嬉戏玩乐 为者必咎 臣妾借尊皇后吩咐 省水结冰 为您造福 老板没口德 客人没见识 满嘴胡说八道 再来光顾 又是我太夫人的身份 要是天有眼 先让你客人走光 门庭冷清 行 怎么是你啊 你这妇人口是恶毒啊 一看就是市井村妇 还自夸是什么太夫人 你是有眼无瞩 别说了 别说了 收莲点 你再这样吵下去 不止像个市井村妇 更像一个丰妇啊 你竟然放他 你知道他刚才都说什么吗 说皇后一登位就闹汉灾 是皇后带来的煤气 你说我能不骂他们吗 何止是汉灾呀 他一封后 皇上的义母兄弟鲁王 和长沙王就病死了 你说他是不是灾性啊 生老病死 人各有命 谁家不曾死人呐 呸 你也家他死人呐 我呸 我家就是死过人呐 谁家没遇到过喜事丧事啊 遇到喜事就是自己鸿福齐天 死了人就把账算在别人头上 这是什么道理啊 就是啊 什么道理啊 侯王呢 是病死的 与皇后有何干系啊 我亦可以心口开河 说你的性命与侯王相克 是你克制侯王 你冤不冤 你 季后变迁 凡人难控 水汗双阵自古都有 竟将一切天灾人命 都怪到一个人的身上 你这是愚昧浅薄 疯子 你骂得真好 比我还凶 比我还独呢 你刚才还让我收敛 你呢 是乱骂泄愤 我呢 是劝人不受谣言所获 更何况我只是一个小厨公 你却是太夫人 要顾及身份哪 那你这个小厨公 厨公来做什么 做大事啊 来给太夫人的女儿 湾内侯的夫人沈家 送东西的 有劳夫人了 有劳夫人了 你们 怎么突然跟我客气了 这是易叔叔带来的糕点 你们边吃边聊 夫人亲自张罗 当然要多吃点了 你以为人家只是亲自来送美食的 人家是来送温馨关怀给夫君的 易叔叔 又在取笑我了 我没取笑你啊 我是在夸你啊 夸你这个关内侯夫人 做得好啊 夫人 有劳你 再替我们温馨好久 好 你们先聊 卫青 你也太拘谨了 我们又不是外人 你们亲密一点也不怕啊 易大叔 我 我们还是说回正事吧 好 那先看看我这个为老不尊 却有一点睿智的小厨工 能不能帮你们分忧啊 我不想通过长安这巴水 饮水救济 可是 你不是说怕耗时耗力吗 况且这巴水 自己尚算勉强 再饮水 恐怕会影响周边百姓生气 都水长等水利官员 虽已在商议 但他们参乡多时 仍未能定夺 饮水攻城耗时 难救百姓于水火 看来得另想办法 易大叔 你可否看出端倪 何时会天见甘露 解救民棍 越出越落 牵引潮汐涨退 星宿生辰影响天气变化 这一时之间也难以做出 准确的定义 皇后刚策封就于大汗 长安城内谣言四起 恐日后越传越深 这样对皇后不利 民心易手迷惑 若汗情持续 灾星之说 将会越传越烈 说起天象吉凶 我倒有个方法可以遗事 一经有言 山则通弃 为此 山野之民想出寻找水门之法 就是在郊野之地 挖出坑井 将燃烧的艾藏放在其中 盖其顶 关其四周 若有冒烟之处 就地打紧 可得水源 这听来确实可行之法 成效如何 可惜臣已此法 寻遍城南进郊各处 尚未找出水源 现成在城北各村尝试 陛下 中尉来报 经时城南守兵 发现淮南王刘安 已经入京 大胆 朕不让他来 他竟敢抗持 他可带有兵马 是吧 据守兵所报 他只骑着一头毛驴 驴车上放着两个水桶 带着几名天身侍卫 说要前往城南张家村 为当地百姓求水 臣之前也曾在张家村 寻觅水源 那一带井湖填汉 根本就没有水源 他行藏可疑 只怕是想借旱灾滋事 另有图谋 道红 臣在 你马上带人 请淮南王入宫建家 他若就犯 就以礼相待 若敢反抗 因百姓生乱 就以擅自入京为名 就地正法 诺 求苍天怜悯 淮南王刘安 愿以淮南之水 救场安百姓 求苍天怜悯 是 我淮南王刘安 愿以淮南之水 救长安的百姓 求上苍赐水 求上苍赐水 救救我们吧 陈郎忠令段行参见淮南王 见过段大人 臣奉皇上旨意 请淮南王入宫见驾 本王久未与皇上聚首 既然入京定当入宫觐见 淮南王 请 段大人可否稍后 本王刚向上天求水 救济这里的百姓 只求静待片刻 待上天回应 自会与你入宫 不瞒淮南王 臣曾经领属下 勘探过这一带水源 此景早已枯竭 难再出水 还请淮南王 不再追过 请随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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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王 谢谢 淮南王 好甜哪 确实是 感谢苍天哪 感谢苍天哪 救我大汉子民 谢苍天哪 废话 他们怎么会去了长信殿 他们怎么会去了长信殿 淮南王连同段大人的人马 刚进宫就被皇太后派人接过去了 说 说什么 皇太后说 怀囊王本是皇叔 又向来有贤名 入京应以 应以家人之礼相待 他若暗志朝间 朕必以礼相待 可他擅闯荆棘 朕就算杀他也不为过 陛下 皇太后仁厚 恐怕就是要陛下莫轻言至罪 母后既以家人之礼相待 臣妾作为晚辈 也应该去见一见这淮南王 不如就让臣妾 陪着陛下一同前去 皇上 皇后驾到 参见陛下 参见皇后 母后万安 大家都平身 谢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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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嫂喜得雍容端庄的好媳妇 真是可喜可贺 还没谢过皇叔的厚礼以贺 其中养身之物很合用 哀家敏感了 奸奸为物 不成敬意 皇叔向来谦和恭顺 何以朕已回复 让你留在封衣 皇叔仍违逆皇命 难道忘了诸侯王 不得善入京城吗 臣知罪 陛下圣意 臣又岂敢违逆 只是听闻荆激旱灾严重 才斗胆入京 臣不带一兵一卒 只是让己明随从护送 只求为民起愿 向天求水 皇叔虽有为国法 但也是为民求雨而来 皇帝就网开一面吧 陛下以民为先 若皇叔是因为民生而来 判罪恐怕 念在皇叔一片人心 朕姑且免你责罚 起来吧 谢陛下 端红 臣在 准备车马 明日派人 护送淮南王 出京回淮南 诺 起奏陛下 臣此次入京还有一事 如若此事未了 臣难以遵旨离京 还望陛下成全 皇叔还有何事 皇嫂 此次旱灾 全引灾星落入汉宫 身为刘家长辈 不能不竭力 为皇族消灾解困 以保万民 言国座 淮南王竟提这种虚妄之言 凶极之说 乃人心不定 自诏未济的说辞 以淮南王的得望 何以与吾之小民同论 既然人心不定 何不稍失举措 以稳民心 恳请陛下 请于礼 摄谈求语 于济之礼早已有之 摄谈祭祀 以安民心 亦无可厚非 谢皇太后 不过 再行于礼之前后 恳请皇后 暂时离宫 以应天命 皇后待后宫之手 岂能贸然离宫 别以为皇太后与朕 念及骨肉之亲 不忍失责 你就渐月狂妄 回南王三番四次犯上 其罪难容 回陛下 臣夜观天象 惊见天陷新星 旱灾已随之出现 使之道 今后等位 实为旱拔灾星 即旱世之事 或其苍生 皇叔言下之意 我就是那旱拔灾星 荒谬 天上繁星浩瀚 残星陨落 心兴险 这些都是自然现象 皇后仁德贤淑 百姓皆知 淮南王这番污蔑之词 实属妖言惑众 皇叔真当甚也 皇后又怎会是灾星呢 臣所说 皆得天神太义 托梦透露玄机 这是实话实说而已 大胆 枯井求水 非常人所理 淮南王 未必全是空谈妄语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陛下不妨 让淮南王一试 便知真假 臣求陛下为百姓苍生 让臣一试 我虽初见皇叔 却早有闻淮南王德高望重 但刚才所言实有荒诞之处 如果子夫是妖孽汉拔 以陛下英明 皇太后慧眼 怎会丝毫不察 皇后言行向来端正 处世仁厚 淮南王这妖孽灾星之说 只怕是无稽之言 圣主在先皇母在后 乃我大汉龙脉所在 皇母若有任何栽殃 必定会惊动龙脉 国事不宁 皇后既然敢念苍生 仁德有道 倘若稍一御步离宫 就能助百姓解困 敢问皇后 为何不肯哪 正因我身为皇后 一举一动 皆为天下一范 更不能倒黎民迷信 离宫不难 难在此去 会误导苍生或与鬼神之说 则再难正视听 皇后所言 正是这意 但是敬天祭祖 乃合乎人心世道 亦让百姓能心有所依 帝后夫妻情深 臣亲睹 但如若因着夫妻之情 怕皇后方名有损 而倾百姓所及 则恐有负设计呀 计理 或有安民心之效 却无呼风唤语之能 设与不设 与民生设计无关 臣愿意向上人头担保 倘若求如孝任陛下发落 皇叔已经许下了如此重事 倘若皇后还不肯出宫的话 恐怕灾心之说不言自证 陛下 倘若再犹豫的话 臣愿常归不起 皇叔不用归 我愿出宫 祝你求你 既然淮南王一心为民 以性命做担保 子夫也不会藏身身攻 而无视苍生所求 我愿押下 自身的名声 乔乔 皇子就由你来照顾 每日的膳食都要按时定量 早晚天良 要记得替她天衣加倍 诺 还要留意三位公主的功课 女工也不能怠慢 十亿这几日好像有点咳嗽 可用些药膳 如果不见好转 就照御医看看 诺 皇后既然如此牵挂皇子公主 又为何答应出宫 陛下圣安 免礼 都退下吧 诺 若不是因为你开口答应 朕绝不会任由留安 自以妄为 陛下 臣妾若坚持留宫 一旦汉情持续 不就真成在心了吗 若臣妾离宫 淮南王祭天 但天不下雨 其虚言妄语 不攻自破 反让百姓 看清真相 免受迷惑 但若他真能护逢唤愚呢 陛下 因为他以性命担保 而动摇了是吗 此人如此坚决 似乎真有些把握 若真如此 万民得救 臣妾就算担了这灾心之名 又何妨 始终 百姓为重 不论如何 你只要记住 朕是你的天 一定会守护你 臣妾正是身心 由陛下的诱惑 所以从不曾忧心 此次出宫 臣妾只当是故地重游 看看新日生活的平阳侯府 也好与从前的姐妹们 叙叙旧情 今日言语间 朕觉得姐姐好像 话中有话 莫非你们之间 有什么误会 平阳公主 素来聪明过人 又善解人意 就算有什么事 臣妾此番前去 正好孤嫂一聚 好好化解 子夫惠之兰心 在外在内 都能替朕分忧 朕只盼此次 您能化解 淮南王的妖惑之隐 又能与姐姐重修旧合 一切如愿 参见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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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快快请起 你们都平身吧 谢王后 皇后未尊 这一生姐姐 我受不起 还是请皇后 直呼我的名号 比较合适 凤驾清临 我刚才为皇后收拾打点 所以有失远迎 请皇后恕罪 姐姐哪里的话 我这次出宫 只望能顾地重游 重拾昔日情怀 更欲与姐姐 围鲁夜话 皇后笑话了 我哪有这种福气 况且我这小小的平阳侯府 也不配皇后一驾 如若不是淮南王 什么灾心之说 皇后焉会屈尊光临呢 平阳公主言重了 皇后出身平阳府 怎会有屈尊之感 不许尊之感 敢问公主 皇后的住处安排在哪里 臣好领人打听 常总管 诺 段大人这边请 你们也下去 要备韭菜的 备歌舞的 你们各自好好办 诺 还记得韩阴当日 世事凌人 在此承兄伤了魏卿 还要带走我们姐弟 若不是姐姐及时相护 以先祖太上皇 这平风挡架 赤退韩阴 子夫 焉得今日尊荣 多年前的小事 已经不值一提 皇后也无需去记着 姐姐种种相护之情 子夫点滴不忘 当日公主何等气势 面对权臣 三言两语把她赶退 那种威仪令人钦佩 可惜就是眼力不足 未能观人余威 枉费皇后吹捧 姐姐所言子夫不解 妹妹只记得 当日在园中树下 誓言铭记 撒肿之人 是吗 当日皇后没想过 会一招展翅 所以才会顺口虚应吧 但如今贵为皇后 什么撒肿之意 救命之恩 相互之情 只要与自己名位一比 都不重要了吧 若有人顾念一点昔日情谊 我今日也不会在这平阳后府了 姐姐对我一定有所误会 我们正好借此良机 好好详谈 以解心中之节 不必了 不必了 我准备马上启程 前往平阳县照顾乡了 所以术不能相陪 今日时辰已晚 不如明日再动身 所谓私子心切 相信皇后最能够明白 如果皇后觉得我这平阳侯府 冷清无趣 是 倒可以接你昔日的好姐妹 如今的好弟媳沈家前来相陪 姐妹作伴 姐姐 四合 跟我进去收拾 备马上路 诺 就如这棵桃树一样 我只是剥下了种子 能不能够开花结果 就靠你自己了 子夫明白 你们要记住 等开花结果的时候 不要忘了 当初剥种之人才好 公主这么多年 对我们姐弟呵护有加 我们姐弟定会铭记在心 皇后是为了公主的疏远而难受啊 皇后 卫卿为情而去 看来公主未能参透 直到她是为了姐弟之情 因此迁怒于你 弟弟为情而去 看来此事 段大哥比我还要清楚 只因卫卿一次酒后图画 我才略知一二 如今卫卿另去 公主扶植皇后 引荐边将 图谋国事的谣言 以不公而破 未卿可说是求人而得人 可惜南为了她自己 也苦了公主 皇后即是公主之苦 就别戒怀公主的敌意 相信贾乙时 她自能理解 我又怎会因此戒怀 我只是 自愧无力帮他们 情爱之事只有当事之人 才能深知各种苦难 才能做主资助 你又如何能帮 但愿他们当断则断 一切从头开始 段大哥 你看 织女星 千牛星 天金星 三颗星正相互映照 好 传说中 牛郎织女 本被银河阻隔 得喜鹊画桥 才得以相会 这鹊桥 正是织女星旁的天金星 可是如今 我总觉得 棋笔织女 散心鼎立 棋笔织女 三星鼎立 但愿众星都能匹配成对 从纠缠中释然解脱 这话 是段大叔 教我们观星时说过的话 段大哥 是不是我的一句三星鼎立 构起你的私服之情 怎能不思念 多年不见 生死不止 皇上一直在派人寻找 相信你的笑意 一定会感动上天 你们父子 必定会有重逢之日 我也盼望上天赐我 再孝敬父亲的机会 段大哥 他日重逢 你觉得段大叔会先问你什么 该是先问我母亲 然后就该问我 是否已经成家了 大哥 他日重逢 段大叔若看到你成家 再有孙儿再怀 一定会倍感欣慰 为了让段大叔开心 大哥要加把劲了 妹妹放心 我会尽力的 不过现在我心中所想 是尽快解决灾星成汗之数 还你名声 不能让那些利用天灾有所图谋 之辈得逞 而我更望天降甘霖 解百姓之苦 妹妹心念百姓 天必不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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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 你看这蚂蚁搬家 以清朝而出 从昨日开始 我的伤疤就发痒 每逢大雨之前就会如此 今早起来一看 就更加确定 这么说 旱灾可以缓解了 我姐姐也不会 被那个淮南王 再污蔑为灾星了 不对啊 姐姐已经离宫了 皇后离宫雨就下了 不就证明皇后是灾星 只怪我太粗心了 现在才发现这些迹象 不到两个时辰 就是雨里之期 原来下雨之相早已显现 难怪那个淮南王 敢以向上人头向膊 此人用尽心急 说他没有图谋 真叫人难以信服 毅大叔 事到如今 该如何是好 看此人 蒼天见连 太义心事垂敏 淮南王刘安 涉谈秋雨 求山林川泽之神 赐将甘霖 救我大盼子民 来 来 来 什么大汗子 真把自己当皇上 皇上恩准社谈一字不提 上苍灵灭 祈求四夫安然渡过此关 绝地道 注水入枯井 天汗成灾 只要你在长安城南近郊 找一个荒废的枯井 与先挖掘地道连仙 待我入京做法之时 你就命人按从地道注水入京 那淮南王的神通 当一传十 十传百 受万民敬仰 得盖圣君 只要人心归附于我 他日起兵入主汉宫 你的娇儿可就自由了 只要我的娇儿可以脱离那个牢笼 妹妹愿亲尽所有 为皇兄效劳 你在长安财礼大 人脉广 解释 多找些人为我摇旗呐喊 炸我声势 好 太医垂怜 赐降甘霖 润何万民 赐降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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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天剑联 青楚汉宫 既名不幻 既名不幻 青楚汉宫 既名不幻 青楚汉宫 既名不幻 青楚汉宫 既出汉宫 蚂蚁出学 昆虫窜逃 风向不定 皆与先征兆 大鱼本要来 可用淮南王在此虚张声势 又何事 淮南王想假装做法求语 自比神仙 欺骗百姓 族下是关内侯卫将军 在下正是 你就是皇后的弟弟 是又如何 皇后与卫将军同气连枝 同样沾染汗巴再兴利器 如今登坛 只怕有奈余计 让囚宇功亏一篑 请速速下谈 以免亵渎神明 慶将军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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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家卫国的首土大将 受此侮辱 将军事做无知小儿 朕有你百步吗 你到底居心何在 陛下明鉴 臣此番求雨 全为百姓名声 皇后既接纳太医启事 愿意成全求雨而离宫 在这个关键一刻 求陛下顾念大汉黎明百姓的福祉 命沾染戾气之人离开 举于礼祭序 祭天神降雨 臣为天下苍生 恳求陛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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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兄 你不是说在城郊演一场枯井生水 等阳明之后便回淮南 准备筹谋大事 如今涉谈行鱼礼 若恒生枝极 岂不碍事 玛蚁搬家乌鸦长安 必有风雨 我府入长安就见死征兆 此乃天助我也 岂能不好好利用 有皇后当汉拔 再有昏君纵武 我这仙道神人 才能在这正邪神魔之争中 尽得民心哪 甘求陛下 不须百姓之苦 福祉归于黎民 黎民福祉不止源于一场雨里 淮南王鼓动百姓 故弄玄虚 不论事事 是否有贪突个人名声之嫌 还请陛下明鉴 除百姓外 臣心无别致 恳求陛下 别因为夫妻之情 阻挠囚语 何须囚语 只怕苍天早已开恩 甘霖将至 是 是 站住 是 朕倒想听听小民心声 让他上谈 诺 谢陛下 他愤怒 他愤怒 这囚语圣坛 怎能任人践踏 触怒天神 你可知足爱囚语 祸及苍生百姓 罪大当主 小民一介小小出宫 不也正是淮南王口中 要保护的百姓吗 以淮南王之仁德 怎会因小民想发问几句 就轻眼诛杀呀 说得好 朕准逆问 谢陛下 小民景仰淮南王 饱读经书 不知道淮南王 可曾听闻 《甘石星经》中说 天上星秀自有引力 影响地上河川流动 可导致暴影 干旱 这都是自然现象 与神力无关 精秀是影响气候 但宫中人事变动 却会影响星秀转移 小民手中 还有另外一本书 写道 射提格之岁 岁澡水晚汉 直徐之岁 岁澡汉晚水 小鸡 大荒落之岁 岁有小兵 敦赃之岁 岁大汉 岁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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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旱灾非爱循环归路 此皇后离宫后 种种下雨迹象频频出现 足见皇后与旱灾有关 足以证明皇后不在 风雨便来 皇后驾到 伙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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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